其實對馬總統的舊職員說 我覺得我感受很深很深 他說他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 以新聞之遠 他真的很尊重 但是我覺得他的這個部會很不尊重 我剛才受到五頓冠詩 新的你不是說新的 新的再來 這就是馬總統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 有於新聞自由 其實我覺得我叫他告 我也認了 我要承擔 但是我覺得我最捨不得的是這種事 他說他要促進族群的和諧 我請教 那是族群的和諧 為什麼英明加六百 農民亂選 這是什麼族群和諧 有什麼軍功功德有加三百 馬總統你自己加薪水加三百 今年值得十八萬 你的身體檢查費用 今年多四十六萬 從五萬變 從四萬變五十萬 你的國務條會 對三千萬變四千萬 再加一千萬 你把八生的艱苦幹做什麼 所以馬總統的就職演說 有沒有做到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討論 我們再來看一次 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景 也是我們下一段 民主改革的目標 我們將促進族群 以及新舊移民間的和諧 倡導政黨良性競爭 並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 與新聞自由 馬總統宣誓就職 演講稿講得慷慨激昂 實踐國民黨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的政見 我現在要想不懂 我現在還想不懂 促進族群的和諧 我想請教徐老師 族群和諧 怎麼會英明加六百 農民就不用呢 弘義 族群和諧就是 他們加錢 老農不能加 我們講老農加一千塊 是怎樣 製造對立 製造仇恨 是不公平 是政治操作 國民黨不是這樣批評嗎 我的意思是說 族群和諧 不是說我把你當人看 你們不要講話 我們這邊加錢 你這邊不要加錢 你這邊喊加錢就怎樣 製造衝突 這完全是一言堂 是打壓另外一個族群的做法 我們在講老農的時候 可沒有審極意識 裡面很多還是泛男的支持者 可是今天為什麼這個事情會鬧成這樣 昨天你也講 老農要加 那老人要不要加 老人當然要加 對啊 老人不顧 顧老農民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就前面講 馬英九只要做到40% 當你幫軍工價加3%的時候 幫你幫老農民加600塊的時候 你想一下其他族群 你有沒有其他方法照顧他 弘以他只要想一下 他只要政府做一些動作 比如如果會那1億廣告費預算 省個5000萬下來吧 對不對 建國100 登那麼多廣告 連電影都要弄建國100上去 那省一點錢下來 弘以 這些錢可以照顧多少人 今天他會選成這個樣子嗎 你如果叫你的農委會主委 香蕉價格要注意 每次都跟我馬總統通報 弘以 今天會有人對農委會主委丟香蕉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件事情不是他沒有資源 沒有人力 沒有權力做 他都有 我現在問的是說 你的就職眼說 馬總統你真的記得多少 是啦 這就是我從頭開始看蘋果日報說 即便宋楚瑜參選 氣保成功 蔡英文都可能險勝了 為什麼那時候你兩百幾萬票 讓你五十八%你今天給你變這樣 來 早上在聽他就像英國的時候 我相信七百六十五萬票 再回到他那個馬英九 跟這三年這個馬英九 不一樣 有人因為他說 股票一萬點 所以損失 我告訴你 一年裡面股票 兩百六十一萬 平均一百五十五萬點 有人說他六三三 現在職業找不到頭路 不要說什麼 所得要跟美金三萬兩萬 三百多萬人 收入這麼大多三萬 不夠兩萬 不夠兩萬 有人因為說他兩萬要立房 說說客人要賺錢 一年要賺 不知道多少錢 我們不會記了 有人買郵蘭車 有人開帳名 有人會 說自由行一年賺五百元 你會記嗎 自由行現在說 我們那樣討論說就不可能 他說現在已經一天成八十人 九十人 九十人 九十人好 大家都受害者 但是沒受到 鄭鴻宜 你既然 還是聽他說 監督新聞 新聞自由 媒體的監督 結果冠西也誤掉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讓你回想起來 你所相信的 包括說你有投資 包括你沒有投資 你相信他說的話 這三年不是那個人 已經不一樣人了 我再給大家報告 這是今天自由事發 一板頭 說二代健保 要去價 二代健保 差額補貼要取消了 說要漲價了 漲價漲多少呢 說如果你一家四口 你是你的健保 每個月投保是四萬塊以下的話 你一家四口 你一個月要增加七十六塊到一百五十六塊 這影響是一千一百五十三萬人 如果你是四萬塊的上班族 一般上班族 如果你們家一家四口 健保會每個月要多繳三百六十塊 影響人數是三百萬人 總統跟我們說不會 沒關係 總統說不會也沒關係 我要請教 總統你自己欠多少 三四百億了 三四百億 官司你也輸 這個什麼 視線你也輸 這樣你不行 你不行之後沒打擊你就叫八四行 現在還要去檢保會 請教何老師 他認為關西書是司法不公 司法錯誤 不是馬英九錯誤 彭義剛才問那個問題就是 他贏兩百幾萬票 為什麼怕這樣 變作這個情況 我認為就是我們常常在說的傲慢 彭義我們討論過 討論六三十年我們就說過 如果那時候六三三的時候 他拿頭一個時間 第一時間出來說 大家放肚子 照他的承諾 薪水關出來 給韓國的李明博一樣 我說他怕不走那麼多票 他為什麼不 他因為他天眾英明 我怎麼不對 不對都認了 有可能說我馬英九做的事是不對 所以他怎麼拗 他也要再拗到哪裡 他不會認錯 你要來看看 他出來道歉 有真的有誠意道歉嗎 爸爸 方知大家又回憶一下 好 鞠躬 兩秒 我什麼 阿媽廟 阿媽廟 在鞠躬道歉 你認為他有真心有在道歉嗎 不是 他心裡都想說 你們synical 大家不認識 你們synical 就對了 我這樣做 你都怨天很多人 我這麼厲害 我是高等 我是高級的 你憑什麼來挑戰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 這是造型的東西 讓大家糟糟糟糟 我這樣說 其實他這種做法 不是說 說綠營的他沒聽 反對證他沒聽 我請問藍營裡面的人 有很多人 鞠躬到後面什麼 這個後面就自己寫臉書 叫黃創下 那種的 黃創下 還沒說過幾個遍 我們就舉黃創下就好 因為我們常常看他的臉書 他好像最新的臉書 像說部落格 說如果雙英對決 馬英九也輸 就算沒有宋楚瑜 沒有宋楚瑜 馬英九也輸 為什麼有一種論調 他不是沒有去說 但是什麼 是 公務員調薪3% 當時說為什麼要調薪3% 因為物價上漲 英明調6% 為什麼調6% 物價上漲 物價有上漲嗎 有啊 物價上漲 給大家報告 九位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是1.35% 一個月喔 不好意思 16項重要民生物資 是漲4.7% 上面說重要物資 就是 牛靈粉啊 那你常常用到的 每10天要用到 民生必需 對 民生必需品 不好意思喔 農民就不會去影響到 農民都喝米酒 老人都不去影響到嗎 一般家庭就買了嗎 總統只有你可以影響到而已嗎 不好意思 徐老師 總統也知道物價漲啊 所以國務集合費加多少 幾千萬 加一千萬啊 弘以 七百多安票 他有這麼大的權力喔 他給國務集合費 加一千萬 就會加一千萬喔 我想請問一下 那些老農民 可以說我給我自己加一千塊 可以嗎 我講的是說 這些老農民 這些老人 弘以 喝牛奶才是更重要的 不是只有小嬰兒要喝牛奶 老人家也要喝牛奶啊 馬英九你不要以為 台灣老人都在喝米酒喔 我覺得喔 今天看到他做這個事 今天 弘以 咖啡漲價 奶粉漲價 這才是影響一般人 而且 弘以 老人也不一定喝咖啡喔 都會中產階級喝咖啡喔 工作拼命要喝咖啡喔 弘以 這些東西真的不會影響到他的選票嗎 我們可能還會再講 幾個電子廠不是關掉兩千人 關掉一千人嗎 我覺得這是馬總統 你在建國一百年的時候 應該要出來關心的 不要只拿一個米酒 弘以 米酒可能一時好看 國中大哥講 看起來很 很Cue啊 裝可愛啊 可是人民現在遇到的問題 不是你馬總統裝可愛 一開始裝可愛可以解決的 是 我是說 軍公教也要照顧比較像什麼 不記得軍公教要加加三% 英民 老實說 加六百 他也要照顧 這也有需要 因為不記得氣 但是 為什麼農民 他就不記得 這樣氣他就沒有影響 為什麼老人 農民還有六千塊呢 老人多少 三千 三千 馬總統的事前 就是看你是不是自己人 如果你是自己人 做什麼事情都對 社會觀感都很好 都沒有問題 蘇嘉全一間農舍 去九百萬公社會觀感不好 江秉芬三千 六千 社會觀感非常好 馬英九全家是美國人 社會觀感非常好 都不會有問題 是 因為自己人嘛 同樣的道理 馬總統就只演說 族群和諧 什麼叫族群和諧 族群和諧一個最重要 族群和諧 是有權利的人 才有資格講這個話 因為 他有管理 他可以讓所有的族群 運用我的管理 讓所有的族群 大家平常 被壓迫的族群 他是沒有資格講族群和諧 因為你是被壓迫著 你是弱勢 今天馬英九成為 繼蔣經國以後 中華民國最有權利的一個總統 你有做到族群和諧嗎 沒有啊 我們剛剛舉很多例子 如果你要講族群和諧 那你就應該 好 公務人和諧 英明和諧 人民也諧 一般的老人 我們也要諧 因為消費者物價指數上 這個CPI漲4點多 他不是說 只針對軍公教長 或是只針對英明去 軍公教是怎麼買得比較少 你知道嗎 過去還有福利戰 全聯福利戰 他們都可以買得比較少 甚至別忘了 他們的子女教育經費 還有補助 還有補助 一般人是沒有 中國內 這個族群和諧 我覺得馬英九 這個是你最可惡的地方 你為什麼不去好好去做 可是我話 我為他講回來 中國人知道什麼叫族群和諧嗎 為什麼中國有一句話叫做 非我族類齊心必義 這句話就是說 你跟我不一樣 你不是自己人 你一定會害我 齊心必義 不然為什麼100年前 孫義先創造中華民國的時候 要說一個五族共和 如果中國當時已經族群和諧 他為什麼需要講五族共和 那我再請問大家 哪一個黨在台灣搞族群 過去我們說的 高普考審級比例 從投票行為來看 台灣人的投票是 我不管你多少人 或台灣人 都有投票 沒辦法去不可能當選 可是從歷次的投票行為來看 你去看貫村開的票 民進黨 或是說台灣人的候選人 在貫村可以拿幾票 是哪一個族群在搞族群 就是從頭到尾都是國民黨在搞族群分裂 是 好 來賓都要補充了 等一下我們先開放給大家Coin 來先休息進廣告